繼續關心台北市的 台安區文聰家 一棟兩棟樓的民體 在十五十點半 是傳出放六億元 一棟建築物 二樓的地板 放棄 二樓變一樓 剛才這裡是空廚 已經十多年沒人住 沒人住 沒人住 震動就是垮下來 因為這幾天下雨 那個很老就 早上就有磚塊掉落了 這平常有住人嗎 沒有住人 不久沒人住 十幾年了 本來霞燕很大聲 躲在旁邊的村民都嚇到 因為富君經過人跟車這麼多 對現場本來只要跟阿門陀環圍來看 那霞燕在十點進行一定真嚴重 政府查證這個建築物是美國五十六年的 加強裝潮 有力量撐著 他基本上都沒有看到住居住 就塌下來了 不足沒有善定管理人的責任 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險 我們會究責的 比較傾向是危險建築物 老舊危險建築物的建築物樣態 這樣的可能還是要拆除 因為它還是會有立即的危險 會有坍塌立即的危險 專家說這棟國有這棟南口 兩邊掌握在那裡 還有插棒加減 今年過不收 再向上幫來 建議一定會疼 三條路頭基頂企國建築城坑路邊 也要求方所三更多 台北市建管主說 會發言給建築物的所有困難 依照違反建立法採取以外 也要求要和它改善 確保公共的安全 記者綜合報道 改善 確保公共零 這 administer